結果一直從3月10號晚上呢 一直到3月11到12號 都火都還沒有滅完蛋 人生總是會碰到這樣 真的齁這個 這個我們裡面的貨 加一加大概超過 對 就3月10號那天的時候 就我們的群組 有突然 美孚的群組 一直傳訊息來 他說後面的出貨要 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我們想 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我們的存貨放在 3樓4樓5樓全部都有 然後起貨點在4樓 我們就想說 應該還好 就了不起一少部分 要嘛就 5樓 然後要嘛就4樓一點點 影響 然後還不至於全部影響 結果一直從3月10號晚上呢 一直到3月11到12號 都火都還沒有滅完蛋 我們公司的庫存量 大概500出 500出500核 就沒了 就是我們公司的 平常的戰備的庫存量 就是這樣啦 在美孚那邊啊 有將近 喔那數字我不方便講 可能不能講 不要講 對 在美孚那邊 就是一個40指的貨櫃的 喔沒有 兩個40指的貨櫃 的數量在那邊 是人生總是會碰到這樣 真的喔這個 而且 我們在講 倉儲有保險 但你要怎麼去認定呢 喔那個 我覺得那個官司還有得打 喔這個 我們裡面的貨 加一加大概超過 對 所以 我們還有需要有一段的時間 要去消耗 大概就這樣喔 所以今天晚上 也沒有東西可以賣 就 喔 沒辦法 人生就是這樣喔 什麼東西都遇到 真的 這也不是 我們願意的喔 真的 這輩子什麼事情我都碰過了 真的喔 真的 我覺得 人平安 就好 有時候 碰到這種 困難 有時候也許是 幫你擋掉什麼樣的災 也不一定 我們總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就是 就 沒有趴下 怎麼會跳更高 我永遠記住這句話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柏毅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毅潔 哈囉大家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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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覺得 一直覺得 秀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怕 快聽啊 快啊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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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